你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真要命 眼前的这头老虎就正在经历牙疼 只见它痛苦地嘶吼着 心中早就波涛汹涌 想要发脾气 好在工作人员及时请来了牙医 你敢想象人类要给一只几百斤重的老虎拔牙 这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只见这只牙疼愈猎的老虎被众人合力控制住 众人都屏住呼吸 因为它们面对的不是三岁小孩 也不是年近古兮的老爷爷老奶奶 而是一只飙肥体壮凶猛残暴的大老虎 要拔去它的坏牙 势必会让它疼得鬼哭狼嚎 一旦控制不住 可够工作人员吃一壶的 毕竟它是动物 不理解人类的好意 要不然当年也不可能会和武松闹个鱼死网祸 这只老虎相对温顺 名叫阿花 从小就被管理员照顾得很好 所以只要听到管理员叫它的名字 就乖乖地跑过去 但在一天早上给阿花送餐时 只见阿花一反常态 听到管理员的声音 也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一开始管理员以为阿花在逗它玩 就上前与它互动 然而阿花埋着头 没有一丝精气神 管理员热脸贴了冷屁股 竟然被自己最宠爱的阿花吼了一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动物园最温顺的老虎一反常态 躺在地上一言不发 管理员上前查看还被大吼一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阿花从小生活在动物园 因为性格温顺 也深受管理员喜爱 每次一听到管理员的声音 就蹦蹦跳跳地跑过去 但有一天阿花态度180度大转弯 冲着管理员怒吼 在老虎张嘴吼叫时 管理员看到老虎的腮帮子 厉害 活生生一只大羞狗 怪不得脾气这么暴躁 原来是牙疼 俗话说得好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真要命 老赵急忙请来兽医 得知要给老虎看牙 这情况还真是少见 兽医也吓得一身冷汗 只是撬开老虎的嘴 查看了一下症状 发现老虎的牙从中间裂开 有一半在牙银中 兽医连连摇头 这个工作他可做不了 大家只好集思广益 想尽各种办法 终于等到了一位牙医自告奋勇 接了这个烫手山芋 但该如何让老虎乖乖地 躺下接受治疗呢 如果老虎突然暴走 攻击人类又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牙医提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要怎么安抚暴躁的老虎呢 人类要铤而走险 给暴躁的老虎拔牙 过程有多刺激 他们要怎么安抚牙疼欲裂的老虎 乖乖接受治疗呢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愿意冒险的牙医 却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老虎听不懂人话 不愿意接受人类的好意 大家只好施诊完利 将其准移到手术室 只见牙医拿起衬手的吃饭工具 在管理员吸引老虎注意力的瞬间 快速地给老虎打了一针麻药 让老虎进入了昏睡状态 但为了不影响动物的正常生活 麻药时长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 牙医做好思想准备迅速出手 一旦错过了时机 后果不堪设想 他先找到了老虎的那颗坏牙 牙银下面已经被老虎咬得四分五裂 只能把牙银切开 用镊子一点点地把碎渣取出来 就在手术马上结束的时候 老虎突然抽动了一下 把众人都吓得一哆嗦 但牙医顾不上多想 眼疾手快地将伤口缝合 仅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手术 不得不为医生的技术点个大赞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老虎的牙疼病也有所好准 精神抖擞 大家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幸亏有牙医出手相助 要不然只能眼睁睁 看着老虎牙疼发飙了